如今大多人的爱情观已和以往不同 单身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所有这代人 他们正为一种东西奔波 追求独特的自我和完美的自我 当两人在一起后 开始受不了做决定 还要顾虑对方的感受 比起两人 自己一人活得更幸福 再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前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爱无能 所谓爱无能 并不是指一个人对爱情无动于衷 对爱情失去了兴趣 爱无能是指 一个人失去了建立好亲密关系的能力 想要爱但没有了爱他人的能力 从用词我们可以发现 爱无能就和性无能相似 意义上就是虽然想要但做不到 在现今大部分年轻族群中 隐隐约约存在这样的现象 想爱却无能力去爱 首先爱无能一词 并不是正式的心理学术语 它的初始来源并不明确 但一般认为爱无能这个概念 源自一本在2001年 由中国现代小说作者静子写了一本名为爱无能的小说 当中描述 在追求前途和自我的年代 人的欲望越来越多 爱情也越来越催落 甚至是不堪一击的 而我们的身边也正在悄然流行着一种病 这种病就叫做爱无能 书籍出版后 貌似说动许多人的心声 于是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热潮 各媒体也加以放大推广 不过这词当时多在中国网站之间流行 慢慢来到2015年 一位德国作家 米歇尔纳特斯 在他自己开设了八年的布落格上 写了一篇题目为 中文翻译就是 无能维持关系的世代 没想到一发表后 就在当晚点阅人数直接爆炸 网站伺服器也多次当机 导致经营团队被迫购买新的伺服器 点阅人数直接超过百万 这篇无能维持关系的世代的内容 正好和爱无能的意思相近 讲着现在的人只为追求自己独特的人生 对爱情有着向往 却知道陷入爱河 但不知如何去爱 当这篇文章一泡而红后 作者米歇尔也把内容扩充 写成一本书 中文翻译名为 爱无能的世代 爱无能一词就在中文圈流行了起来 事实上爱无能的现象 不只是在单身人群中 即使在已有伴侣的人身上 也发现有爱无能的情况 爱无能的核心定义是 想爱却无能力去爱 失去了建立好亲密关系的能力 不过要再次提醒 爱无能不是正式学术用语 因此没有一个具体的规范特征 以下是我在网上查到的特征 个人认为比较贴切 所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不是绝对的衡量标准 大家做个参考就好 以下有9题 若你觉得这就是我 算3分 我有时会这样算2分 这不是我算1分 第一 比起真正拥有一段亲密关系 你更容易进入对一段完美关系的幻想 第二 你只喜欢一段亲密关系最开始的时候 一旦有冲突的阵兆 你就想马上切断关系逃跑 第三 当有人向你表现有兴趣或浪漫举动 你会本能的想要拒绝 第四 你会对于做出承诺感到焦虑 因为这会限制你的更多选择和可能性 第五 在并没有特别原因的情况下 你会对于回复他或他的简讯 邮件 电话 感到抗拒 第六 对于不需要一直见面的人 你反而更容易在情感上亲近对方 第七 在朋友 家庭 熟人等多种交往情况下 你有严格的界限区分 每种状态下的你几乎都是不同的面向 第八 当太忙 可以当借口 而无法与他人见面 约会时 你会感到骄傲或开心 第九 你害怕当人们知道真实的你是什么样以后 就不会再喜欢你 9到12分 完全不是爱无能 13到17分 爱无能的倾向很低 18到22分 爱无能的倾向略高 23到27分 很可能是爱无能 在上一个世代理论的影片也有说到 现代的人已经脱离了以往困苦只为生存的日子 现在科技网络的便捷 追求与享受生活已是人生的第一顺位 在《爱无能的世代》这本书中就有提到 现在的40岁就像以往的30岁 30岁就像20岁的时候一样 在我们父母20几到30岁出头之间 就已经结婚 生子 买房 买车 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家庭 然而这一代的30岁仍然过得像大学生 跟朋友合住公寓 没有稳定的感情关系等 甚至也存在20多岁的孩子 母太单身的 在这年轻人终于见怪不怪 几乎所有这代人都没有发现 他们正为一种东西奔波 也就是追求独特的自我和完美的自我 他们工作不再是为了温饱 更多的是要达到人生的某个成就或里程碑 不过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尽的 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当达到了一个目标 又有下一个目标 当下一个目标达成 又有下下个目标 达到目标已不是他们的目的 想要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成长 明天必须比今天更好的感觉 那不是很好吗 当你疑惑为什么的时候 代表你已经掉入其中 现在社会提倡要爱自己 但这个爱自己慢慢变得有点自私 当一段关系来到面前时 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 尽管他们也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又不想被爱情所拘束 当两人在一起后 开始厌烦对方的关心 开始受不了做决定 还要顾虑对方的感受 爱自己与追求自我独特 不断在脑中盘旋 比起两人自己一人活得更幸福 现在的网络四通八达 爱情剧也一集连一集 一季接一季一步换一步 完美的爱情观 深深烙在了他们的脑袋上 他们从不嘴上说出具体条件 但心里有个完美模板 最好遇到一个和我互补的 兴趣一致的 三观符合的 五观端正的 也要彼此相处轻松自在 不绑手绑脚的 也许每个人预期的不是一个样 但总体来说都是高于现实的存在 这样的人未必没有 但相遇既遇要相爱的几率 可说是非常非常渺小 尽管他们迟迟等不到 这段美好的恋情到来 但也不愿意轻易妥协 他们认为在寻找爱情中 不要花费太大力气 顺其自然 就是他们常挂在水边的自我鼓励 随着女性在社会地位的改变 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 和社会上再熟悉不过的一段话 只要我成为更好的人 才会遇到更好的她 为了提高未来幸福值 女生努力学习 赚钱保养 同时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自然水涨船高 在这提升的过程中 他们渐渐发现 凭借自己的能力 已经可以获得生理满足 甚至是男人给不了的心理体验 这时为何要委屈自己在男人之下 自己一人活得更自在 更舒服 换作男生的视角 为了维护男性的自尊 通常他们会寻找 比自己能力学历 稍微低一点的女伴 低太多不行 高于自己又有压力 而在这个女性崛起的时代 所有女生都不断地在往上走 因此男生也要不断地努力往上 这时就会回到了前面说的 所有人都在追求独特的自我 追求完美的自我 因为这样才能找到完美理想的另一半 现在的20多30岁 不再像以往20多30岁 他们觉得生小孩太早 不要被婚姻绑架 反正还有时间不要把自己限制住 当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打拼时 找寻伴侣的经历逐渐带进 不过在大多人中 还是渴望着爱情 偶尔也会想谈谈恋爱 这是一个东西出现了 交友软体 这个东西运作起来非常简单 只要看着照片 简短的资料 往左滑不喜欢 往右滑表示喜欢 如果对方也同意把你往右滑了 你俩就配对成功 可以进行聊天 同时如果配对几个人 还可以一次和几个人聊天 如果对方不行 就换下一个 看是多么方便有效率的工具 少了许多约会成本 以往约会不只是要金钱方面的成本 还需要花时间打扮啦 花时间搭车 街面时要说什么 各种需要花精力与时间的东西 现在一个键一个诱滑搞定 疫情更是加快了这个环境 如果和你一起很累 干脆放弃 这个不好 那就下一位吧 完全没有愧疚感 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消费时代 在网上买来的有缺陷 不适用的东西 你会怎么做 是不是就退货 对于厂商或卖家 通常会换一个新的给你 因为比起维修 直接换一个新的给你更方便 不行了就退货换新的 别看这不以为意义的举动 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们处理事物的思维 现在的工作也是这样 这份工作做不下去了 那就再找一份更适合我的吧 一旦关系出问题 与其想办法解决 不如换个对象 以往是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是干脆解决带来问题的人更快 因为在他们心中存在着一个想法 这世界肯定存在着和我非常合得来的人 不行了大家就好聚好散 缘分是勉强不来的 只要我换 总有一天会给我换到 尽管知道捡石头的心理 但还是不自觉地走下去 这样导致关系渐渐变得廉价 盲目掉对感情的处理 被拒绝渐渐变得无感 被喜欢也渐渐不会珍惜 导致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 但真正去爱却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会爱无能的原因 我不是单身主义者 但我单身 以上就是现在人爱无能 单身的心理与真相 当然这些都只是根据大部分人的情况 统整而成 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想 而且不是所有的单身者都是爱无能 这里指的爱无能也偏向社会发展出的现象 还有另一方面心理上的 从小出城的爱无能 就和小时候的依附关系有关 可以看回以往的影片 我记得有一位心理智商师说过一句话 爱情与承受本来就是套餐 可我们偏偏都想单点爱情 最后 你对单身或爱无能有什么看法吗 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所有单身的朋友 或在下面分享你的经验咯